其实我跟JDG这个活动也特别有缘分的 这个活动第一届在虚安举办的时候 我是更好有了那个转行的想法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有这个活动我就去听了 第一届我记得是在Seltoworks举办的 然后就听了有三位女性嘉宾的分享 我当时就特别受到鼓励 因为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像女性在这个行业 也可以做到很优秀 然后到这个活动第二届举办的时候 恰好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转行的 然后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跟他就会经常交流这方面的事情吧 然后我当时也是坐在下面 听别人分享 然后到了今年 然后我站在这里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跟着这个活动 从做一个观众 然后到了一个分享的人 也是跟这个活动有三年的 一个缘分吧 其实我内心是挺没有自信的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 然后年龄也不早 我经常会担心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 会被淘汰啊什么的 但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再努力一点 然后工作态度更好一些 然后因为我是真的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所以除非是这个行业把我淘汰了 我自己是不会主动说 我去放弃做程序员这个职业的 大家肯定很好奇 就是我一个学医学的人 为什么会想着去当程序员呢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我自己就是思考了一下 我一般给他们回答就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就喜欢编程 但是因为今天要来分享 我就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我是怎么接触到程序员中的职业 然后喜欢上这个职业 并加入这个行业的 第一点是因为我老公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就是我一直都比较崇拜我的老公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 然后他是做C语言签入式开发的 就是我是那种比较野路子出身的程序员 他是那种特别课班 特别正统的出身的程序员 然后一毕业就进了大公司那种 但是我就对他的世界就比较好奇 家里他也有一些那种编程的书 有时候我会翻一下 所以我可能入门程序的第一门语言是C语言 因为我老公就是搞C语言签入式开发的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让他给我讲一下 我看不懂的地方 但是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坚持下去 我记得是看到指质那一张 我好像看了不太明白了 我就没有坚持下去 但是就学了一些基本的语法以后 我记得知乎上当时有一个问题是 用C语言怎么画一个心形 然后我当时就跑去回答了 然后我现在看我自己当时写的那个答案 就特别的幼稚 我就是一个pring符函数 加几个字符和空格 然后画了一个心形 但是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写代码这件事情就比较感兴趣吧 然后我想当程序员第二个原因可能跟我的一段人生经历有关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个working holiday签证 打工度假签证 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吧 就是它是一个签证国给年轻人的办法一个签证 然后你可以去国外 然后去工作 然后去交流 然后去 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吧 然后目前就中国开放了 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我当时就已经签到了新西兰的那个working holiday签证 因为这个签证也比较宝贵 每年就中国开放一千个名额 然后我 然后有这个机会我就去了 为什么说这段经历 跟我想当程序员有关系呢 因为当时跟我一块 出去的朋友 他们也是搞IT行业的 所以当我还在打零工 攒旅费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个奥克兰找那个成员的工作 跟我可能体验完生活 我回国了 他们已经移民到那边了 所以我当时觉得IT行业真的是特别好 就是就像这一种 我觉得它是比较国际上都比较通行 通用的吧 然后像我们学医的 如果要移民就特别特别难 然后基本上要重新念书 但是搞IT的话 就是技术移民 它是有很多家 它是有很多加分的 所以我当时对这个职业 就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 当然我当时想转行也是想一想 后来我就回国了 然后我想当程序员的第三个原因 可能就是我平时喜欢刷知乎吧 知乎上有一个说法就是 365行 行行转IT 然后我就知乎上也有很多优秀的程序员 但刚才是开个玩笑 就是我就是关注了一些非常优秀的程序员 然后看他们的一些分享呀 回答呀 就是觉得对那个职业比较向往吧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 职业生涯的连贯性重要吗 如果你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重新开始值得吗 这样一个问题 下面有很多大V的回答 然后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说 职业生涯的连贯性是重要的 其实我到现在觉得 职业生涯的连贯性确实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中途转行 就和我老公那种一毕业就做这一行 其实你的就是差别是很大的 但是就是在所有人说 职业生涯连贯性重要的答案中 有一个答案特别的独特 这个答案是冯大辉老师写的 就是他应该也算是一个 IT界的老红吧 然后他当时说 不要担心转行 不要担心连贯性 你现在做的事情 也许在未来都会对你有帮助 然后他就讲了一下 自己的人生经历 他当时是丁湘元的CTO 然后他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出身的 然后我看了他的故事 我就觉得 好像能自己找到一点 自己的影子吧 虽然我可能转行 不可能像他那么成功 作为那种顶尖的人 但是我从事这个行业 有一碗饭吃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也是可能在 就忽畅受了别人的故事的 那种影响吧 我就觉得 我挺想试一试的 到我 当时 其实我也可以 就是业余时间 自学编程 但是因为当时 自己还有工作 然后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 我觉得就是精力上特别有限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就特别的纠结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想去 专心地搞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 各方面条件又不允许 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确定自己想的 就是正确的 后来我在中午上 看了一段话 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 叫 有什么人生道理 你没有早点知道 大家那个话 读起来可能有点鸡汤吧 我再以为就这样的 就是人的生活 就像价值品的投资一样 是存在 是存在均值回归的 那个均值就是 你内心最深处的冲动 你的欲望 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时看了那个答案 我有一天晚上 我就失眠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骨子里面 可能就有一部分基因 就是适合 就是想去做程序员的 但是如果我 一直不去做这个事情 我到老了的话 我肯定会后悔 所以我后来就辞职了 因为当时 就是我也是可以 有一个全职妈妈的 这样一个选项的 就是周围不会给我 太大的压力吧 然后辞职以后 我就在家就自学编程 其实现在想想 我自学的那段过程 是有一点走弯路的 因为我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学 我就报了两个考试 一个是外部程序设计的 计算机二级考试 一个是C语言程序开发的 一个二级考试 我在家就准备准备考试 然后有时候看看视频什么的 就没有特别有方向感吧 然后因为一般都是白天带牌子嘛 然后晚上就自己看书 直到有一天 我在一个微信的群里面 看到了一个招聘 然后那个招聘是招前端的 但是他当时的那个要求 是会一点技术 有一点技术基础 然后英语比较好 然后会用谷歌 因为我看到这个招聘的要求 跟其他的也不太一样 我就加了那个人的微信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 然后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然后他就给我出了一道 算是作业吧 他说你用VUE写一个恶冷魔 放到GitHub上面给我看一下 可能对于一个刚入行的人 这个确实很难 但是我当时就是特别想进入这个行业嘛 那我就想着我去试一试 我当时就咨询了一下我的朋友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个 就是目科网上有一个 模仿恶冷魔商家模块的一个教程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课程 我就在家对着那个学 我学的 我那个时候的基础是汇一点 就是HTML、JS和CSS 然后我没有用过GitHub 也没有用过Git 只是听说过 然后也没有做过那种 Wipepack这些就是前端的构建工具 然后我就是从对着那个教程 从零开始搭建这个作业吧 然后因为发的是二十多天 然后因为我晚上就孩子睡着以后 然后晚上就会在家就搞那个东西 可能是模仿人家的代码 但是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然后也感受到了乐趣 因为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那个兴趣 我是坚持不下来的 然后有二十多天以后我就把这个作业完成了 然后就发给招聘的那个人看 然后当时我又获得了下一轮面试的机会 然后因为我当时特别特别想进入这个行业嘛 我主动跟我老板说我适用期不要工资 你只要让我来工作就行了 然后那是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了没有工资 但是每天倒两汤公交车 然后去上班了那几个月 虽然可能别人看起来我比较傻比较苦逼吧 但是我内心每天都很快乐 因为我终于知道了 就是一个公司做一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努力 然后来融入他们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在找工作的话 我心里就不会那么恐惧 那么有方向感了 后来那种公司可能是因为融资 出了消业问题解散了 然后就跟我小两的一样 那个解散以后因为我有一份工作经验 我在找工作 其实就相对的容易很多 然后像我现在是就职与软痛动力 然后是前端工程师 然后我也 我非常的感谢就是给我敞开大门的 所有的招新我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别人可能 某一听我的这种背景吧 都会对你产生质疑的 但是真的也有很多人会给你机会的 只要你足够努力 足够想展示自己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软件开发这个领域 我觉得它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原因吧 很多人说成居然是吃青春饭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女生不适合干开发 很多人跟我说她可能到了三十岁 她又干不动了 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才是刚刚开始的 固然这些说法有道理 但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特的生命 然后你有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冲动吧 内心这种想法 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些才是决定 你最后职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吧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对培训班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我觉得我在家自学的那段时间 我觉得是走了弯路的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凭自己的感觉 去做一些客户的练习题 去考试什么的 培训班我后来也是工作中 遇到一些培训班的毕业的同事吧 然后他们中也有特别特别优秀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可能对培训班的那个想法 就是不是很客观很中立 我觉得培训班算是一个让你能够快速的进入这个行业 了解这个行业并帮你找到工作的一个 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 你又特别想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 我觉得不把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但是最后决定你的这个行业 是不是能发展得很好 或者愿不愿长久干下去的 还是你内心真正 你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然后其实我当年高考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他跟我分数差不多 他报了系列的计算机 然后最后然后现在发展也特别好 就我经常在想 如果时间回到十几年前 我要是选了计算机转业 可能现在就 人生跟现在就会特别不一样吧 但是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选择 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学了医学专业 我也看过了很多别人没有看过的风景 然后有了不同的人生经历 然后我喜欢编程 那么三十岁以后 这个行业的大门 他还是向我敞开着的 然后我还是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然后我没有准备PGT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就是讲一些自己的人生经历吧 我当时把PG做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特别的尴尬 就是我不能写 一我老公是干程序员的 二我怎么怎么样 就是就感觉有点尴尬吧 没有技术干货 所以我今天想就是留一点的时间 跟大家来说现场的交流 因为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既然现场交流的话 是不是可以问答 因为我是觉得 现场交流可能跟我的主题 跟大家亲和反应 对 所以有问题就可以介绍 我们不希望大家 来通知 所以有人有什么要问的吗 有吗 有吗 好 好 你还问吧 对 不用吧 那你就是考虑转型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去尝试 在医学领域做一些软件方面的东西 我其实在一家医学公司做过 然后做得还挺开心的 只是那家公司回来倒闭了 所以我可能 我后面想的职业规划 也是想找 就是医疗相关的这样 就是我的专业背景 也是比较有优势的 就可能我的人生经理比较独特吧 就大家找不到 就是比较共性的东西 那要不然就这样 好的 谢谢 谢谢